欢迎来到KK音乐 不管在哪里的娱乐圈 网友们最感兴趣的娱乐话题 一定都是明星们的私生活 尤其是感情生活方面的绯闻 毕竟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 更不要说有关于他们另一半的新闻了 每每明星官宣 网友们都有各种声音和态度 虽然也有不看好 但多半还是会祝福 就在近日 孙艺珍和玄冰恋情公开的消息 也让网友们感到十分高兴 近日 有韩国媒体在社交平台上爆料称 孙艺珍和玄冰正在热恋中 作为当红的演员 这一个关乎到两个人的消息 无疑是十分重磅 而在网友们众说纷纭 难辨真假的时候 孙艺珍本人却发文出面 承认了这件事情 但谁知道 这次的官宣却格外特殊 不仅是承认了恋情 还顺带宣布了婚期 让大家都又惊又喜 我们可以看到 玄冰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张图片 是和一女子牵手的画面 而他也发文称 我决定结婚 小心翼翼地 踏入人生的第二幕 我和总是笑得他约定好了 以后的日子一起走下去 在作品中 一起合作过的郑鹤和势力 要一起迈出一步 这就解释了照片中的人 正是我们熟悉的 势力扮演者孙艺珍 而就在不久后 孙艺珍也发文回应这件事 想共度余生的人出现了 是的 就是大家想的那个人 这一干脆简洁的官宣 虽然很短 但是也让大家感觉到了两个人满满的甜蜜 尤其是在看过爱的迫降后 成为两个人CP粉的网友们 更是直呼嗑到真的了 而后网友们也在评论区送上祝福 大家都觉得这一对真是郎才名貌 而关于两人三月份就要结婚这一个有点突然的消息 不少人猜测是不是孙艺珍怀孕了 才急着办婚礼 这一猜测也有知情人士出面否认 称两个人感情很好 是自然而然选择走入婚姻的 和怀孕没有关系 细心的网友却发现 其实玄冰孙艺珍在一起的消息 在韩国娱乐圈似乎不是什么秘密 早在两个人合作爱的迫降之前 他们一起外出就被拍到了很多次 不管是买衣服还是一起逛超市 两个人似乎都不怎么避讳 最多也只是一前一后走必闲 而这男帅女美的组合也让不少网友表示支持 希望他们两个公开 而后两个人参演爱的迫降的消息 也是让不少人沸腾了 随后 在电视剧里十分甜蜜的对戏 以及私底下各种公开场合的互动 都成为了两个人恋情的佐证 不过 两个人却很倔强 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有关恋情的消息 也让观众们无法确定到底是误会 还是真的恋情 而现在事情也水落石出 他们两个最终走到了婚姻的殿堂 真是让不少人都替他们高兴 孙艺珍作为韩国娱乐圈清冷戏小白花的代表 有着超高的颜值 虽然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及其他的一些女明星 但熟悉他的人基本都很认可他的颜值 而他的演技也很稳定 挑不出错误 玄冰作为中国观众心中一直以来的男神 可谓是魅力和颜值并存的一位男明星 似乎也只有他们两个的搭配 才不算是浪费了其中一方的条件 黄冰作为冬物